呼吸的时候又胸痛一般来说是肺癌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临床上常见导致胸痛的疾病比较多 随着呼吸疼痛大多数可能是跟结合相关的 或者说炎性的胸部炎的病人 那么胸膜上有些炎症后 它受到刺激的时候 特别是呼吸或者肺运动的时候 就会出现疼痛 那么肺癌的时候 肺癌流体本身的位置它是不一定的 它有可能位于中心 有可能位于周围 有没有侵犯到胸膜 特别是B层胸膜 如果侵犯到B层胸膜 它就会有刺激性的疼痛 随着深呼吸可能还会加重 如果侵犯到肋骨了 就会有固定的一个压痛 那么肺癌有可能在左边 有可能在右边 所以说右胸痛是肺癌 这个说法是不合适的 也是不完整的 是不合适的 第一次 刚才在后面 是不合适的 是不合适的 就是不合适的